《经济日报》的投资料材周刊 今天是推介中国建筑3311 推介的原因是 中国建筑国际就在8月17日 公布了2021年的中期业绩 上半年收入按年增长接近三成 去到363亿 股东净利润按年增长两成 去到35亿 基本会股盈利按年增长两成一 去到6号9,4亿 中期息是每股两毫子 公司2021年上半年新超合约额 是705亿元 按年增长四成 未完成合约额是2859亿 按年增长一成六 市场看法上 7月30日 政治局会议提到 积极的财政政策 要提升政策效能 合理把握预算内投资 和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的进度 推动今年底 明年初形成实物工作量 另外提到 加快推进十四五规划 重大工程项目建设 华创政券就提到了 2021年上半年 专项债新增额度低过2020年的同期 但8月16日那个星期 新增专项债代发行规模 2242亿元人民币 是今年最大的单周发行量 相比8月前两周 合计不到1000亿的发行量 反映专项债发行节奏明显提速 预期年内和明年初 对基建形成支持 摩根大通是中国建筑 是基建板块当中的首选股 一来公司在大中华区的预製组件 建筑领域占优 抢占环保和减碳的商机 二来公司职的减少 摺黑工期长的公司合营 即是PPP项目 改善资产价周转率 令股份在经历多年下跌之后 风险回报比吸引 摩通级与中国建筑增持的评级 目标价8.4 华泰军安预计 中国建筑收入在2020-2023年 将会以1.6年复合增长率增长 维持买入的评级 上条目标价8.6 策略上 中国建筑早于8月初 就迎来反弹 上星期五 累计已经升了4.7 收布7.16 处于一年半以来的高位 投资者可以留意6.5买入 上网8元 失手5.9就要止蚀 记得好